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乖 这个夏天不管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二是不惑还是三十而已 真真是强行将女性年龄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无论是综艺还是电视剧 从确定剧本到安排档期 这一系列下来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整起的是大家都精准的压在了2020的这个夏天 就连今日说法都拿剧里的细节做案例 这是要把刚刚踏入30岁的90后逼成啥样 贩卖焦绿芒还是社会讨伐 好像不在这个节骨眼上聊聊都对不起这阵风那股浪 三十而已讲述了未婚未育 已婚未育 已婚已育的三位女性刚踏入30岁这一年的故事 我叫王曼妮 在上海八年了 下次再忘记换猫杀我就不叫钟晓晴 我爸说给我取名顾家的时候 他可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全职妈妈 剧里还和同是柠檬影业出品的《二十不惑》 强行的进行了一轮互动 这两部剧的英文翻译也非常有意思 对比起两年多前的我的前半生 一不强闺蜜男友洒狗血 二不借伪女权搞玛丽苏 一边捧着现实的无奈 一边赤裸裸道出了人性的不完美 生活太真实又不够真实 很多人在这部剧里看见了自己 日复一日的过着钟晓晴的日子 曾经有过王曼妮的心气 渴望成为顾家那样的完美女性 看到有评论说 钟晓晴就是你我这些大部分女孩的样子 被父母保护得太好 无欲无求也因此被生活善待 但优柔寡断不懂拒绝 世界给什么我就接什么 拿走什么我就硬什么 哎呀我不知道呀 这么大的事我哪想的明白 你觉得我要不要啊 钟晓晴 你有个毛病你自己知不知道 啊 你老是习惯把别人的想法当成你自己的想法 别人要是说喜欢呢 你就好 别人要是讨厌呢 你就不要 但有些成长必修课缺了就是缺了 终究还是要补回来的 成语说生活中的鸡银狗碎 会消磨掉一个人的光彩 钟晓晴是不懂的 当他意识到的时候才反问自己 有哪件事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 并且努力争取的 没有 你有吗 他和王曼妮面对生活的不知所措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缘由 前者是未经世事的模样 后者是看见太多太好 但求而不得的无奈 后半段他和成语的复婚是意料之中的 毕竟只有偶像剧才会给女主配一个小奶狗 钟晓阳那样的男一 但钟晓晴真的要感谢他 至少他让钟晓晴在荒芜的生活中 看见过一点光亮 这真的很重要 而生活中成语这样的男生是很难被洗白的 这种轻微窒息却还坚持得下去的婚姻也是让人无比的绝望 我真想不明白你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结婚啊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结婚 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 都说婚姻是避风港 都想避风谁当港啊 不是因为无趣而是冷漠和暴力 远远比出轨的伤害来得更加无望和持久 网上像炸了锅一样 啊我老公和成语好像呐 我们家那位也是这样的 哦一模一样 但可恨的是身边还会有人不断地给你洗脑催眠 这么踏实的男人要好好珍惜的嘞 人家都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 你要当圣女啊 什么叫女性不用结婚 要独立不要受家庭的束缚 我请问他几岁啊 他懂什么呀 他现在趁着年轻他蹦的 等他老了他才知道 什么叫孤独 什么叫终老 不结婚有多才 但是有多少父母会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人不对 结了婚会比单身更孤独 冷暖自知 热烈单纯的钟晓芹就这样成了婚姻里的工具人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个国主喜报 许多征婚的批八男都喜欢写一条 要求女方单纯 他们不是真的喜欢单纯 而是怕女生见过有趣的天地之后 知道这种一潭死水的婚姻生活 其实是不正常的 都想避风 谁当岗呢 钟晓芹和成宇的婚姻很大程度 还是基于钟晓芹的不安事事 当她真的成长到另一个阶段之后 她还愿意成父于成宇吗 所以你说钟晓芹的没有主见 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这也就是顾佳告诫钟晓芹的那句 先独立后爱人 但是更好 三十万块 无扎乖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哦 下一期和你聊聊 终究成不了人间富贵花的王满意